14年荣因亚青 18年接棒拳因 他是天才少年 汤杯赛点退赛 团体多场连败 他是重视之地 曾逆风折翼 却以涅槃重生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所有所有失去的 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欢迎来到终于在线第一期 是日期 许多年后 每次走进球场 时日期总会回想起 父亲带他认识羽毛球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2001年4月1日 羽毛球教练姚依萍一眼 就在幼儿园的一群孩子中 发现了时日期 就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 他说这孩子 眼睛里透着一股激烈劲 给他留了一张字条 带回去给爸妈 几天后 父亲石磊领着他 去到了南东视儿体校 体校雨后 泥泥的足球场上 一只小子 已沾成了泥人 这样原本其实想让 是其报名足球的父亲 心生退役 几经选择 最终带他来到了 位于体校顶楼的羽毛球馆 羽毛球是南东视儿体校的 王牌项目 在这里先后涌现出 葛飞 赵建华 等六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这飞来飞去的 很好玩啊 就学这个吧 萌萌的话语 将他的名字 与羽毛球连结在了一起 在报名表新西兰上 父亲为他填上 1996年2月28日 失与期 业余体校的训练 都在课后 每天放学后 父亲都要把他 送到少儿体校 陪着他打两个小时后 再带他回家 那时的他 不多言语 总是默默完成 教练布置的任务 起初 父亲还能作为陪练 可天资聪颖的他 进步飞快 不久之后 父亲只能坐在场边 督促他完成 教练布置的任务了 教练回忆说道 我当教练快30年 他是唯一一个 手指上有很多 老简的选手 这说明 他是在用手指控球 每个指头都用到力了 球就很细腻 所以他的往前技术 非常漂亮 与此同时 他的学业成绩 也丝毫没有掉队 当小学班主任回忆起来 那时候 他经常要请假 出去打比赛 这个考试的成绩 却始终名列前茅 10年前我和你们一样 也是城中小学的学生 城中小学 多年以来以优异的 教师团队 办学质量 和过硬的素质教育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识 2004年的雅典之巅 是无数人的宇求启蒙 也是时雨晴的梦想起点 也像陶贝克那样 站在羽毛球世界的最高处 从此 他开始关注各种赛事 可是自己的比赛 也有了胜负语 2009年 是与其在全省 同年龄段的比赛中 一举拿下了第一 收到了南京市提侨 在同批出场南京的孩子中 是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当身边的选手 随着身体发育 速度与力量 都开始超过他之时 在对局中 开始输多甚少 自尊心很强的他 不甘落后 缩短休息时间 加大了训练量 即使身体素质的差距 短时间内无法弥补 但日拱一足 他的进步 却被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日后回忆起这段日子 他坦言到 那种经历 让他成熟了很多 懂得如何证实 与他人的差距 放低姿态去循序渐进 如此成长 让他在2011年 顺利进入江苏省省队 进入省队后 他在2012年 等到了自己的 第一个全国比赛 在上海举办的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经受队离大队员的 磨练之后的失与期 在国内同年龄段的选手中 已经没有什么对手 他顺利拿下了一组 男男冠军 而这是他的第一个 男男冠军 幸福来得很突然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国家青年队的教练 在观摩了他的比赛之后 通知他去北京参加集训 进入国青队 备战接下来的亚青赛 韩国庆上等待中国队的 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败 五项冠军全部旁落 世袭在32强赛中 不敌印度选手 结束了他在国际赛场的首秀 输球之后 他很是懊恼 场馆里有风 自己觉得怎么打 怎么别扭 也不会调整 就一直乱打下去 稀里糊涂就输了 这条路到底是对还是错 他要短暂的摇摆 但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第二天他要准时出现 中文字幕不含的 投票中文字幕不含的 你去选择打羽毛球 还是选择当一名侦探 侦探 实现三级跳的同时 训练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在枯燥的训练之余 这位有些中二的青春期少年 最爱的就是在微博上 分享他的生活碎片 有搞笑的日常 不时的抱怨 不过更多的是星座知识的分享 双人座的他在困难与矛盾 面前不希望让步 总渴望有奇迹般的解决办法 听起来似乎还有那么一些道理 对于此时的他来说 亚青赛和世青赛是最为重要的赛事 12年的处子秀潦草收尾后 他试着不断在流转的赛事中 锻炼自己的能力 磨砺自己的心态 可在13年的比赛上 他又遇到了新的瓶颈 被淘汰的前一轮 面对泰国选手 时期在先胜一轮的情况下 也27比29丢到了第二局 虽然第三局 他苦战拿下 可这场比赛对体力的透支 却让他在第二天 面对王子维的比赛中 步伐沉辱惯签 两局只拿了16分 转眼来到泰国曼谷的世青赛 与中国台北选手的三局敖战 让他再次燃清了体力 下一轮面对徐光熙 他完全提不起速度 不过 失利的苦闷与懊恼 并没有纠缠他太久 12年 他告诉自己要正式差距 这一次他告诉自己要加强体能 经过13年的折服 14年的他 无论是在技术细节上 还是在体能上 都有了长度的进步 不造化弄人 在14年亚新赛开赛前 他却不慎扭伤了脚踝 刚到台北的前几天 脚踝一直没能消肿 团体赛也因此没能上场 索性到了单向赛 前几轮的对手实力不强 给了他脚伤恢复了时间 每次比赛完他都得忍着疼痛去打冰敷 针灸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竟然一路击败徐生仔 李卓耀挺到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 是来自日本的长山甘太 那时候一排一致性极高的批杀与批掉 已经成为他的得分利器 屡屡让长山原地发展 不过青年时期的长山甘太实力不俗 在上一场中更是两局 让赵俊鹏是拿了27分 施与其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打破了体力上的瓶颈 夺得了一枚亚青赛金牌 而在今年 还有两场最高级别的青年赛事 在等着他 马来西亚的试青赛 和南京的青奥会 在此时的青年队中 施与其与林贵普被称作是双子星 施与其往前细腻 手法多变 林贵普力量速度俱佳 更是被人称作是小林丹 在试青赛上 两人会议是决赛 施与其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 连失两局 拒绝亚军 请接受的青奥会 结局会有所不同吗 施与其进入状态很快 招牌的批杀与批调 让有些慢热的林贵普不咎不及 打出了7比1的开局 但林贵普逐渐找回状态 发挥出了自己在速度与力量上的优势 强势追分 两人的大赛经验其实都不算特别丰富 紧张就完全写在脸上 反应在球的处理上 两人手都比较紧 而在两人神经都非常紧绷的情况下 谁能打出意料之外的变化 就能在相驰中破局 显然 两人之中 是与其是更善于变化的那一个 第二局 两人都在避免全力的中杀 骗取重心起伏的同时 保证自己的连贯 这样的节奏就更考验 两人在高压下 能否保证出手质量 双方会有失误 比分始终很胶着 12比12 林卫普想通过街坊的突然变节奏 来站直主动 心急出界 下一分 则是如出一辙 这无疑是他为博下这一局 增强进攻的信号 但这却无形 让士奇建立了心态上的优势 抵挡住林卫普 暴风咒语般的进攻 等待他的 是与莫天晴的胜利 赢球后 他总算有十几分钟上看台 与父母说会话 从2012年春节到现在 他就13年春节回家待了两天 青年大赛的开局并不那么顺遂 可结局却足够圆满 在在青年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上 他开始跳往成人赛 如何面对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是成人赛给他上的第一课 14年11月的中国福州公开赛 他在资格赛中就被队友淘汰出局 在赛后的微博上 18岁的少年 抵抗 焦虑 拧巴 兴奋 失望 和种种情绪都没能影响的 是一颗冠军的心 2015年加拿大公开赛 33岁的李宗伟 有33分钟 解决了他与施玉琦的第一次交手 与其说是比赛 这场对抗更像是单方面的训练 面对施玉琦的冲击 拿毒闲停信步 通过四点的控制和追身 不断掉中了施玉琦的中心 他能做的只有苦苦跟随 因为比赛的节奏 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 最后的被动抽球 拍子抽断的施子齐淡然一笑 上山的路总是道足且长 不过 正式差距 是他在南京体效时 也懂得的道理 在吕宗伟 宋安虎等名将的交手中历练 他在同批选手中 也成为最亮眼的那一个 伪大队也将他列为 冬天奥运会的重点培养对象 抬跟着队伍去了2016年 以为奥运会的训练营 15年过渡期的颗粒无收 再正常不过 那个时代还并不属于他 而就在16年 处在上升期的他 总算撇到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一角 年初的印尼公开赛 虽然在半决赛不抵师兄黄玉祥 觉得季军 但这已经是他成人赛的最好成绩 而在年末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9月10月11月 他分别在印尼大师赛 法国公开赛 和德国公开赛中三战好取冠军 在法国公开赛上 他连过田厚威和乔纳坦 在决赛直面韩国名将李逊一 李道长此时虽已36岁高龄 但在闯入决赛之前 他一路击败安赛龙 周天成和武家郎 如果决赛取胜 他能刷新 当时超级赛单打冠军最长年龄记录 两人都是偏向拉掉突击的打法 在开局都打得很难行 在高质量的相识中等待机会 此时施与其的往前手法 面对以技术细腻 组成的李道长 丝毫补了下风 两局都是李逊一在开局 凭借更稳定的出手质量 且建立分叉 至于其在后半段 通过更积极的后场下压 强势追分 此前 他的世界排名一直是稳步攀升 这三战的公外赛冠军 让他首次进入世界前十 从青年世界第一 到如今的世界前十 他仅仅花了两年的时间 这时的时日期 面对次一流选手 已经丝毫不落下风 林丹 李宗伟 成龙 这一个个闪耀的名字 却仍是横耕在他眼前的大山 2016年的日本公外赛 四分之一决赛 面对李宗伟 丹麦公外赛 面对孙婉虎 他交足了2016学年的学费 球路组织被力压的同时 作为年轻人的速度与力量 在对手变换难测的节奏之下 也难以发挥出来 更快 更准 更重要的是 很聪明 2017年初 他这样告诉自己 而这让三月的全英赛 变成了一场开卷考试 直到四分之一决赛 他都没遇到什么麻烦 而半决赛 他就在国际赛场 首次遇到超级丹 这场比赛 他打得很主动 竟然在不少时候 能通过出色的球路组织 让林丹陷入他的节奏 第一局 两人打着加十 这场比赛 林丹状态不好 是一方面 主动失误太多 那施玉琪 无论是在球路组织 后转进攻 还是在前场技术上 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截胡了林丽大战 21岁的施玉琪 给自己面对二业 优雅 轻松 打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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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